联合国安理会在美东时间3号下午就儿童与武装冲突议题召开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耿爽却在最够发言时借机大吃台湾豆腐 三号发生在东部的强震造成台湾多地灾情惨重 饮酿成九死上千人受伤另外有白人受困等待救援 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等都陆续表达慰问准备提供协助 不过中国却选在此时大搞统战 耿爽的这起话一出立刻引爆台湾人怒火 狂慌他明明是个外国人以什么资格和身份来代表台湾感谢国际 也有人很酸中国嘴巴说要提供协助指的难道是持续派攻击扰台吗 当他们出动解放军骚扰台湾的时候 我们国军除了要支援花冬救灾各地救灾之外 还要分兵力去注意到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中国一面嘴巴说表达关心 实质的行动是用军事力量骚扰台湾 这台语常常讲这叫 太假了假好心 另外狠批中国不怀好意 而部分中国网友也有样学样 更在国台办微博贴文底下 以戏略口吻要解放军来台救灾 目前国台办已紧急关闭留言功能 而微博官方随后也声称 删除调侃灾难的贴文300多则 封禁战口20多个 不过今天实际解释微博 许多要解放军来台及接管政权的贴文仍在 甚至天四良机等也都未被删除 让人对微博标准物理看瓜 这种信仰整理报道